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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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第30集 30集 继续直播 其实这个星期都有东西 有东西的 都有东西 不算很安静 李宗盛 李宗盛 早两个礼拜 都以为有新东西出了 有个发布会 香港有新东西 外国有新东西 香港的新东西好像是比较特别 你觉得是如何 都是的 因为 新东西有手机 无论外国和香港的记者会 发布会都是手机 香港的感觉上 其他功能比较特别 是啊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因为 香港 以大家所知 刚刚才公布了 3.5G 5G 频道 究竟投标 究竟大家投了多少 市场上的企业投了多少 其实都从头 现在投了 去到真的要用的时候 是还有一段时间的 子弹是这样 已经有一间厂 就在香港率先出5G的手机 其实5G手机都 这个是行货 5G手机之前 水货也有的 水货也有的 首部5G手机 那就是 行货的5G手机 没错 行货5G手机 就是我们桌面上的这部 VIVO NEX NEX 3 5G版 今天正式开启了 今天正式开启了 未在香港有卖的 10月底 10月底 10月20多日 价钱上面 先说一下价钱 价钱上 6.98你觉得如何 你问我 如果这个价钱 我自己觉得 以VIVO的品牌来说 可能是比较贵的 当然是旗舰机 但是感觉上 好像会不会VIVO 买到6千多 大家可能会不会有心理关口 那也要看它的功能 所以我们真的要讲讲 大家觉得值不值 价钱呢 没错 没错 买到6千多元 那当然是旗舰机 旗舰机 多一些功能 才能买到这么贵 那究竟这部机器有什么特别 有什么功能 我立刻看看 那部机器我们刚刚 又是今天 没错 又是几个小时 就在这里 又是几个小时 对了 那这部机器有什么特别呢 那我们可能转去西镜 转去镜头看看 好 一看就知道 我让我移回镜头的位置 一看就知道 都是手机一部 没错 一看就知道 就是手机一部 会黑黑的 黑黑的 其实就不是黑黑的 那这部机器 它本身是叫 我要看一看 因为它叫 这个颜色是有特别的 特别的 特别的 清呼 真的 因为真的挺特别的 要找一找 是的 其实我们准备了 有猫子 有猫子 也要找一找 是的 因为它不是全黑的 今天介绍的同事 它又说是黑色 它叫做流光之夜 流光之夜 黑得来 又有点亮亮的 也有一点亮亮的 没错 其实这部机器 这些白色 不是干管 这些干管 是干管 是的 其实这部机器 真的不是黑色的 大家 可能嬌关 方便点叫做 黑色 但其实你看到里面 是有幻彩 漸变的效果 你看到那些颜色 有点不同的 是 流光 流光之夜 流光之夜 不是流光 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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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有一点 这个 我想说什么 漸变色的效果 不是 应该做一个 極光 有点类似 但就不像别人牌子那些極光 是的 有点 那我们看到 说基本 不如先说镜头 你看到它今次是用了这个 现在叫Oreo Oreo设计 因为是一块饼 圆饼 圆饼 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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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夹了中间三个 夹了三个镜头 三个镜头 也有 我们再看一看 没错 夹了三个镜头 这部 Lex 3 5G 其实就是用了三镜 三个主镜头的组合 主镜头就是用6400万像素 对 6400万像素 在市面上 其实已经是最高像素 6400万像素 对 最高 之前也4800 开始多 这部机 是6400 其实还有一个牌子的中架机 日以出了 出了 都是用6400万像素的主镜头 再配搭一个 800万像素 120度 对不起 不是800万像素 刚刚看错 应该是在说 1300万像素的超光角 再加1300万像素的 两倍光荣变焦的镜头 是的 其实那个1300万像素 两倍光荣变焦 它很高亮 自己用了52mm 是的 它说是一个黄金 黄金焦距 在人像来说 人像来说 是的 最好的接规 就变成了 你拍摄人的时候 就会突出到 凡凡隆迫 整个构号 是的 就会比较好 在人像方面 这个就 他们就比较 很高兴 是的 没错 而且它本身 它有AI拍摄功能 它也有HDR的拍摄 那我自己觉得 Vivo做HDR的相片 其实效果是挺好的 你试了很多 因为我玩过一下 但没有你玩得这么多部 之前你试了很多Vivo 你自己觉得如何 我觉得效果挺出色的 比其他牌子 其实大家都有得困的 我觉得有得困的 当然 用了HDR模式之后 拍出来的相片 口味始终大家不同 厂 那个取向也是有些少少不同 是的 有些可能 颜色会浓一点 有些可能大家平均一点 都是要看自己的 合不合自己 那你试了这部HDR拍摄 可以的 那你觉得它 今天试过一两张照片 其实那个暗位 给出一些细节 是很足够的 颜色方面 是适中的 会浓一点 会觉得 但是在屏幕看 其实就非常好 我会觉得 是的 好 那HDR也挺重要的 现在 是啊 现在是计算式摄影 计算式摄影 AI摄影 好 那除了这个三镜头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前置的 升降式镜头 这个呢 这样 要看 好了 你再升一次 升一次 好 对上一点 我要拉回去 好了 现在呢 縮进去 好 升降式 上二口先 上二口 这个呢 又要讲讲 这个虽然 又是一千五百万像素的前镜头 但是呢 其实他今次今代 这个升降式前镜头 是用了一个金属材质 就是说这个 是的 即是框着镜头的外面 是的 那个壳 是的 因为之前有些是不是的 原来 即是什么 是胶 应该是类似的物料 是的 他又是否很明言 究竟说是金属 那今次是用金属 那是不是硬正一点 你伸出来困 都不会咬 是的 其实没错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首先 升降式前镜头 一定有机会 拍照的时候会跌的 那一跌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保护到 里面的机构 不要有一些 很大 即是很大程度的破坏 从此翻 例如 或者 卡住了 卡住了 一半 死火 是的 这个设计是挺好的 而且今次就放在中间 还有今次那个 是不是相对是 那个镜头部分 是扁了一些 即是薄了一些 是薄了一些的 是那个感觉是薄了一些的 因为之前 推出来整个卡东西 那个感觉是 是怎么说 厚一些 大构一些 今次的感觉好像 薄了很多 那片东西 是薄了的 真的薄了的 我不知道听不听到声 其实一直在升降的时候 其实是有声 即是有机械声 外星人的声 可以认识的 也可以认识 也可以改其他声 好的 那这部机 说完镜头 其实镜头也不是最特别 不是最特别 现在全部手机 都应该在相机最特别 相机 除了相机之外 其实有个屏幕也很特别 是 那屏幕又可以认识 三个人 其实我想说 很特别的 很特别的 不是三个人 刚才可以摔掉它 可以摔掉它 很特别的 那怎么特别化呢 其实这部机器 就是用了局部屏幕 怎样啊 什麽叫局部屏幕 一旦有水滴屏 又流海屏 又流海屏 香港有流海又水滴 全部都是水的 那想怎样啊 是啊 你一说 立刻想起来 又流海又水滴 都跟这些水有关 那局部屏有什麽特别呢 不断射下来 不断射下来 没错真的射下来 你看到 我打側了那部机器就知道 其实一个屏幕是向边框那边延伸出去的 即是说它咬出来 不是咬出来 即是曲的位置 相对地是比较下来的 对吧 对 相对真的比较下来 今次这个XV 不如这样 其实我也有一部曲屏幕的 是的 但相对地是没有那麽 没那麽 没那麽卜卜 没那麽卜卜 雙卜面 另一个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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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大牌子 是的 先对比一下 你看到的 很明显的 可能要Alan帮我炸一炸 是的 是的 我们将它移动一点 就可以看到了 好 你看到上方上面就是 Nexe 3 5G 下面就是 S牌的 S10 你看到其实 这个屏幕 哎呀 这个关掉了 再装一下 是的 可以 可以 好 你看到这个屏幕 明显 Nexe 3 5G 其实就是延伸了去 差不多去到 差不多去到 都挺側的 过了中间 过了中线 已经过了中线 其实都 你见到 即是 你见到 有个按针 你就见到 这个位置 和这个位置 你就会感觉到 那个屏幕 即是 曲了这个位置 是深了的 是的 是明显地 那么 这个局部屏幕 其实 你见到 好像 其实就是用了一个 再可以屈曲 多一些程度的 面板 那它自己就叫做 P OLED 嗯 他们也说 其实都是 Super AMOLED 的一种 没错 其实都是Super AMOLED 的一种 只不过 P OLED 是可以 它的优异性 是更强 所以可以做到 这个局部屏幕 那其实局部屏幕 是不是开始 Hit呢 因为之前 另外 华为May 30 那部 曲边 都是说 就是 highlight 它是比较深的 去到80度 那样 那当然 就是 代表了 又是和这部 Next 3 一样 就是 可以 弯曲的深度 其实 你说 是不是一个趋势 我觉得也是 因为 现在 很坦白说 手机 真的出到 没什么好出 除了在这个相机 的功能 你这么说的 刚才你说了这么多相机 相机 除了相机功能 加强之后 你也要在屏幕上着手 就是给一些特别的特点 去吸引一些用户去买 因为要在外形上看 其实曲的屏幕 都很容易看到 原来这部是新的 是的 没错 哇 那说回 Next 3 Next 3 其实它说的局部屏 是85度 是的 85度 又比尾30 又深多一点 是的 深多一点 又可以拿 是不是要对对 当然 当然要对对 特意拿过来 当然不要挨握它 这样 那呢 好 多一点 我们要多一点 这样是不是 没有错 好 那你看到屏幕 两款都是暴屏 其实 我没有的 你别问我看到的 但是我想问大家 是否看到 喂 多多了那5度 多了5度 真的是要看一看 甚至要拍近一点 拍近一点看看 後面那個 撞到的東西 這樣吧 不能動 不能回答 不能回答 總之你看到 深度是很厲害 過了一半 基本上是過了中間位的一半 已經過了 其實是說可以 差不多是包到底 包到底還不行 Mazup 還有一個按鈕 有的 Nexe 也有的 Nexe 也有一個按鈕 它的按鈕又比較特別 它的按鈕其實不是實體按鈕 又不是實體按鈕 又不是實體按鈕 因為其實那個按鈕叫隱藏室的押感按鍵 押感按鍵其實有用過 因為剛才就這樣看 大家看那邊 你看到那個按鈕嗎 可能你在隔著螢幕看 其實都不是很改 我現在先放好 你放好一點 所以你會發覺 或者你真的拿上手 你插在那個位置 其實有一點點東西 有一點點 其實那裡有一個按鈕 那個就是押感的按鍵 其實就是押感的按鍵 是否它首先用呢 不是 在HTC U12 Plus那裡已經用過 OK 這個是一個 你可以說是虛擬的 因為始終沒有實體按下去那一刻 那這個按鈕 其實你走在那個位置 它只是一個地方 讓你感覺到 這裏是按鈕 你可以在這裏按下去 是的 這個意思就是 沒錯 那這個按鈕不是實體 基本上你要押下去才會有行動 那究竟你怎樣去做那個按鈕那一下呢 其實這部機器就用了一個叫X軸的線性摩打 那令到你按下去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實體按鈕 按回饋的感覺 對 按一陣 其實這部機器你看到的實體按鈕 你會再看到實體按鈕那個位置 它真的怕你看不到實體按鈕 所以有一幅畫 有一幅畫告訴你究竟那個實體 位置在哪裏 是的 壓錦按鍵在哪裏 上下有個加減號 其實就是一個音量按鈕 要這樣按的 要這樣按的 按一按 哎呀 低一點 這樣按按 這樣按 就會加減 因為那個力量就會有那個位置 即是那一條東西 那條狀的東西告訴你那個位置 但是加減那裏上下 就是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鞋的位置給你感覺 所以你就是自己 摸到少少鞋 向上面不鞋的位置 沒錯 摸到少少鞋的位置 就是減 這個我覺得 並不是最好的設計 有什麼提議呢 我們告訴工程師 在下個版本 就是 因為我們上次 你記得上次我們介紹過 這個Mate 30 是 我覺得A30的設計是不錯的 是的 因為可以用到螢幕的位置 是的 沒錯 我都幾同意這件事 還有它是可以 譬如你雙擊 左邊或者右邊 都可以召喚到那個音量鍵出來 是的 因為最重要的我覺得 反而是 其實是雙擊之後 應該是說 因為剛才這音樂三 就是固定了那個位置 但如果我用整條邊去按 其實我可能在螢幕的上半部 可能在任何一個上半部的位置 你觸摸出去 它都可以做到調音量 這個可能就會彈性一點 是的 我自己都會覺得 這樣的方法是彈性的 因為你就算單手用的時候 你不一定用手指弓去按 即是左右手 沒錯 即是你左右手 你按的時候 因為你左右兩邊都可以觸摸到螢幕 變成你兩邊都可以觸摸到 變成你就不用固定了那個位置 可能會是方便一點點的 不過設計上有些不同 可能NAS3有其他效率 所以不是這樣的做法 這個局部屏其實就是在說 6.89吋 FHD Plus的解像度 支援HDR10的影片的播放 最高是有800頁 有什麼不知有什麼用 全部都是未來的事 有人說 即是有看直播的朋友就說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不知道什麼用 全部都是未來的事 沒錯 全部都是未來的事 那麼 未來 未來的事 即是怎樣 未來的事 即將會發生的事 對 其實是有用的 我自己覺得 即是在說服部屏 對 我現在猜不到 那位讀者 究竟 在說未來的東西 其實是否沒有用的東西 是否未來才有用呢 我覺得是一些技術 都不是 十月尾出的 都不是很未來的 其實 是不是未來呢 始終是有些技術 是一定要經過 發展 試過一下 試過一下 試過一下才行 即是你不可以 有時你不可以一次過 即是 一次過在設計 可能在設計中 或者在學院裏面 我整整整整整 整了很多系列之後 才會說 這個系列適合了 要推出 因為你推出完之後 你一定要被人用的 你用完之後會有反應 還有你第一代 通常都會是 要讓人用得多 用得多 用得多 才會知道 實際Practical 出來的效果會如何 等於你好像 人面識別 其實你一開始 又說 可不可以閉上眼 戴口罩 仍然倒 你也是要 一兩代之後 才會 原來戴著眼鏡又可以 可能側多一點臉 這些事情都會進化 對 我自己都會覺得 是進化的 而現在 可能這個 局部屏 彎 彎 百多度 可能 還未過中線 可能有些遲些 又會出 再彎一點也不一定 除了Soul Off之外 我覺得局部屏 其實這件事挺好的 無論尾三十 跟我試過Lex3 都好 其實我覺得 拿起上手 是會 比較穩陣一點 穩陣一點 即是包圍的 對 很穩陣一點 因為最主要就是 因為 因為 它這裏這個位 它設計得比較邊 這個螢幕和機殼位 都有一個邊位在 其實你剛剛好 這個邊位 其實無論尾三十 和Lex3 都是 你拿上手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拿得很近 甚至是貼著關節位 你拿著關節位 不是拿著關節位 不是拿著關節位 所以說 不是拿著關節位 是碰著關節位 這樣拿著邊位 其實穩陣了很多 你拿機的時候 不會像有些線 或者 我比較難表達 可能你真的要拿上手 即是你怎樣 鍵得緊這個位 你就會明白我說什麼 還有其實我剛才 我會發覺 你會擔心嗎 因為螢幕去了 左兩邊都很深 那你會不會有五足 但是暫時就沒有 可能要多用一段時間 再看看究竟 有這個問題 其實很簡單 你在巴士或地鐵 拿著綠鐵 然後你要單手操作 左手要去右上角 這樣按鈕 那會不會打碰到呢 這些真的要做得好 才不會令到這些問題出現 沒錯 那說一下其他規格 這部機是用了 Snapdragon 855 Plus的處理器 最高級的 現在是最高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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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高級的 8GBWM 256GBW 電池4500mAh 支援雙引擎閃充 22.5W的雙引擎閃充 螢幕支援屏幕指紋變色功能 除了這個 還有雙卡 但是不支援Mic OSD 都是慣常的設計 最重要的是 當然要計算 這部機支援5G 那它現在 5G 5G 真的 見5G 除了4G之外 它是支援5G NR的N41 和N 等等 不要說錯 N41和N78 香港就不用想了 這個GGGGGGG 香港用不了字 香港未有的 最近是什麼呢 最近當然是 上面 大陸 中國大陸 其實如果我買這部機 我用一張 中國的SIM卡 當然是可以用到5G的 那我就可以用到5G的速度 沒錯 因為它說支援中國三大電商 即是移動、聯通、電訊等 5G網絡 回國內想用5G 這部機器是用到的 通了 通了的 香港要等 至少要等一至兩年 最主要是5G的都是在中國大陸 其他地方 沒錯 其實香港很驚訝 因為它在香港出 來香港未有5G 所以它一次過 一來就推5G的版本 是 這次很特別 會不會 因為都想著 可能很多人回內地工作 其實都可能會用得到 某程度上是 其實都鋪排 香港 雖然未有5G 但出訂先都可以的 我覺得 出訂先都可以的 用到的話 會不會 弄回一個 四支版 便宜一千幾百 這樣 這件事真的要問一下 這件事真的要問一下 VIVO的官方人員 他們暫時沒有計劃 在香港出這個四支版 沒有計劃 剛才說過 25號賣 有預訂的 有預訂時間 17號至24號 即現在 是的 但是在推廣期內 就是17號至11月30號 如果你是指定零食箱 買機 成功登記 在購買日期內 一年 是可以享有這個 稅平保服務的一次 即是爆屏幕 你爆屏幕 真的很不幸地爆屏幕 是免費幫你做一次 價值一千五百九八五元 都貴的 要的 送的 因為屏幕真的是 很重要 局部屏幕 局部屏幕 最曲是他 基本上最曲是他 好 講完香港出的新機 其實今個星期 還有一些新機 在美國出的 就是Google的Pixel 4 親生仔 親生仔 Pixel 第四代 對 第四代 其實以我所知 就不止Pixel 4 出Pixel 4那麼簡單 還有很多東西 還有很多東西 那些WiFi的東西 對 但是這麼多款 硬件之中 你覺得 除了Pixel 4 除了Pixel 4之外 你哪一種 覺得是最吸引的 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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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 其實我 在Pixel 4 那裡 但是這麼說 其實 如果Pixel Book 不論Pixel 4 或者Pixel Book 其實他昨天說的話 香港 應該就 未必有得買 香港沒得買 香港沒有行貨買 對 因為如果你問我 除了Pixel 4之外 我可能會 比較看這部Pixel Book Pixel Book Pixel Book Go 對 因為 挺特別 可以 兩磅厚 不是兩磅重 夠輕 對 對 我打算 要買一部Pixel Book 給小朋友 做功課 哦 那這部 夠的 第八代Core M3 皮 還有13.3吋 觸控器 夠用 其實 夠用 用到一些 它是用Chromo OS的 應該沒有記錯 對 沒錯 應該都夠用 我覺得 硬硬單單就可以了 它的底有波浪型底 比較特別 很重要 很重要 最初我以為是 為散熱用 好一點 底的Service 多一點的時候 散熱快一點 原來它是說 可以讓你拿著走的時候 駕駛得更近 不怕跌機 這樣 其他的 其他 哪個好一點 其他的 那些 譬如你Nex那些 其實都是 Wi-Fi的 配件 是 其實那個配件 要配合的 我覺得是要配合的 你要有更多智能街區的東西 那你用起來 你才 你才 即是你沒有理由 買了Google Home Mini 或Nex Mini 回來 只是 只是播歌 只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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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很快 有同事說 可能很快有用 對 鏡頭以外 有同事的Manson 可能很快有用 留意我們下個禮拜 究竟這支可以很快有用 有什麼用 有什麼用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要留意 好了 講一下Pixel 4 講一下Pixel 4 Pixel 4 你說是不是很特別 我覺得不是很特別 因為都是用了現在主流的旗艦規格 小小特別就是OLED那裡 講90Hz的螢幕 OLED螢幕較為Herts 會顯示出來 支援 原來同事說 不支援AX 會不會在現在這個世代 還不支援Wi-Fi 6 會有些問題 這樣說 Wi-Fi 6 你也要一個Wilder 對 夾到才行 未必 這麼多人 沒有Wi-Fi 6 Wilder 如果當你一至兩年換機 其實都可以的 如果價錢是比較划算的 其實沒有Wi-Fi 6 我家裡沒有Wi-Fi 6 其實就可以了 是啊 還有它其實最特別就是 Pixel Neutral Core 人工智能晶片 是加強了拍照和拍片的質素 是的 是質素的 講講Pixel 4的鏡頭規格 一千六百萬像素 再加一千二百萬像素的遠攝鏡 是沒有超廣角的 和現在的旗艦機是有少許分別的 沒有超廣角 只有兩個鏡頭 對 只有兩個鏡頭 現在大部分的旗艦機有三個鏡頭 甚至四個鏡頭 如果你要買超廣角 你要拍攝到超廣角的話 對不起 真的不太對 但是它一直以來 Pixel系列的手機 強載軟件 厲害 拍攝後製 不是說後製 其實我們剛才講過一個 計算式攝影 計算式攝影就是 很多功能裡面 令照片出來的效果很好 是 是 因為它昨天直播也做了一個HDR的示範 是 即是九張照片 就搭一張 是 有一個好的效果 是 所以Pixel其實強載 其實它的程式 或者AI的支援 令到照片的效果非常出色 是大家買相機的吸引點 還有好像今次的低篩都厲害了 沒錯 夜景那個 之前華為已經說 你首次相機拍到月光了 拍到很漂亮 越登錄越頭的照片 是 今次直接拍到深空的照片 深空 對 拍銀河 我看見那個展示 拍是銀河 不斷的 不斷的 真的要找他聊聊 是嗎 真的要找他支援一下 那些器材不用要啊 不是 都 都 看看拍什麼 看看拍什麼 但是如果一部手機拿起手 就可以拍到銀河 都幾 幾厲害 其他東西不用用 對 那些器材 皮皮聲 對 沒錯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我都希望可以試 我真的想試一下 看看有沒有機會 之後 看看有沒有機會 看看有台 因為台灣會可以買 看看有沒有同事去開台灣 對 看看有沒有同事可以 買一部手信 手信 代購 或者代購 代購 那 推出日期應該是 未 有沒有說 十月尾 十月二十幾號 不是 十月二十四號 都是P-order了 立刻P-order了 那就是二十四號出街 二十四號出街 六千多 時間而已 對 六千多起跳 六千多元開 即是起跳 那價錢又差不多 看看大家 六千二百 六千三左右 又只有雙鏡頭 好像感覺 是不是有點差一點 買得Pixel呢 應該都是覺得他是親生仔 是 更新最快 更新最快 是的 拍照 OK的 厲害的 不是OK的 厲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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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厲害的 但很可惜今代 還是沒有超過角 還有好像說 今代已經 分減了這個 Google Photo的 無限完相 那個選擇 即是 你可以保存 你懸大 但是 計算 計算 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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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跟現在 大家沒有分別 沒有分別 大家沒有分別 即是沒有一樣 但是 無限 無限 就沒有了 這次實在一點 不過你喜歡他改名 這次就是 Just Black Clearly White Also Orange Also Orange 真的挺橫色的 Nod Pink Pixel Book Nod Pink 也挺特別 但裡面的名字就是 是的 對 今個星期就是 Google比較吸引大家的眼球 還有香港就出了這部 Next Free 5G版 希望他有沒有機會 日後可以 真的可以借到 Pixel 4回來 再給大家 試一下 真的拍到銀河 真的厲害 是的 Next Free的評測 亦都會在下星期一的PCM 刊出 記住留意 記住留意 好了 今集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又是時候說拜拜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